欢迎您收看智库简报 绿色能源的顺风势力吹向另一个方向 路透观点 据路透社Breaking News报道 由于供应链断裂和利率上升 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变得更加昂贵 这将对消费者和政府的决心进行考验 清洁能源的推动是由价格下降 廉价资本和支持性政治家推动的 但由于钢铁价格上涨 风能的成本已经上升 此外 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的成本效益 已经停滞不前 利率上升增加了资本成本 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现有项目 并要求新项目获得更高的回报 香港年轻罪犯有权获得第二次机会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的一些居民认为 该市的年轻人可能缺乏理解自己 糟糕决策后果所需的经验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导致他们参与违反社会规范或法律的活动 香港的年轻人常常受到同龄人的影响 可能感到被迫遵守群体规范或参与他们本来不会考虑的活动 了解他们的担忧 并为他们提供表达意见的建设性渠道 可以帮助引导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会 政府有机会支持年轻罪犯的康复 并给予他们第二次机会 此外 政府积极招募前罪犯进入公务员队伍 可以帮助消除私营部门雇主的污名和恐惧 尽管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但香港借款人仍面临风险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已警告企业和借款人要谨慎考虑借款成本及其可负担性 尽管美联储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HKMA将其基准利率保持在5.75% 而汇丰银行将其优惠利率保持在5.875% 然而 包括汇丰银行 中国银行 香港和渣打银行在内的七家银行 将其新贷款的抵押贷款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 HKMA的警告反映了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较高的预期 公共安全不能再因非法建筑而受到威胁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政府正面临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非法建筑和违法用地的审查 在一场暴雨之后 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暴露了豪华住宅区存在严重的建筑安全和土地法律违规问题 一个关注组织指出 有173栋豪华住宅非法占用政府土地 该组织利用卫星图像和政府地块规划图 确定了8个存在未经授权特征的住宅地点 政府被指责对非法建筑和土地滥用的执法松懈 该组织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加强这种看法 行政长官表示 政府对打击这些违规行为非常认真 但也指出执法需要实际可行 与温医生的体检 为癌症研究而进行的激励性游泳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温蕾纳博士最近参加了一场 Swim Across America活动 游泳筹集癌症研究的资金 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尤金 申德罗夫的参与者 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肿瘤学家和癌症研究者 尤金在乌克兰的时候 在切尔诺贝利和事故后 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 他的家人移民到美国接受更好的治疗 受到自己的经历的启发 尤金成为了癌症免疫治疗方面的专家 尤金通过Swim Across America学会了游泳 为癌症研究筹集资金 并表示明年会再次参加这个活动 瓦格纳叛乱与俄罗斯国家的稳定性 威尔逊中心 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 最近的瓦格纳集团叛乱 证明了俄罗斯国家的薄弱和无效 一位作家提出 这次叛乱对普京政权的稳定性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如果俄罗斯国家更强大 其权威更加确立 这次叛乱就不可能发生 但也许不仅仅是叛乱的存在 决定了一个国家 在控制其内部事务方面的程度 国家应对的有效性 可能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俄罗斯国家内部无力的看法 可能夸大了 在过去三十年里 俄罗斯的国内政策 免受了许多内部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响 也许值得回想一句古老的谚语 这句谚语被归功于历史上的各个欧洲政治家 俄罗斯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强大 也不像他看起来那么薄弱 失败的叛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 普京的政权在瓦格纳叛乱中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结果 首先 这次叛乱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俄罗斯和瓦格纳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 但没有重大战斗 叛乱实际上从未到达莫斯科 如果目标是获得更多弹药和俄罗斯军方更好的支持 瓦格纳集团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失败了 现在 大多数瓦格纳部队已被转移到白俄罗斯 并且拥有的武器 比他们在巴赫木特战斗时要少得多 此外 尽管围绕瓦格纳集团领导人叶夫根尼 普里哥金的死亡存在可疑情况 但俄罗斯国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骚乱 瓦格纳集团的独立性自叛乱以来迅速恶化 将其整合到俄罗斯军队的广泛结构中的初步努力 可能失败了 但颁布了一项法令 要求瓦格纳集团的所有成员向俄罗斯国家宣誓效忠 宣誓是在普里哥金去世后的两天内要求的 看起来 瓦格纳集团而不是俄罗斯政府在叛乱中被削弱了 在叛乱期间 军队的忠诚仍然属于俄罗斯国家 确实 一些俄罗斯军官拒绝执行对瓦格纳部队进行正义行军的命令 但也应记住 在俄罗斯历史上 没有俄罗斯军事单位集体发生过叛变或叛乱的情况 与瓦格纳有关的俄罗斯军事官员 尤其是谢尔盖 苏罗维京已被撤职 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 此外 普京亲自表扬了国家警卫局局长维克托 佐洛托夫在叛乱期间协助保卫莫斯科的忠诚 佐洛托夫告诉记者 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 将加强国家警卫队 为其提供坦克和重型武器 以便镇压任何未来的叛乱 俄罗斯国家似乎已经利用叛乱的机会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与车臣战争的比较 然而 自1993年以来 俄罗斯联邦在控制方面并不总是如此主权 自1993年以来 它面临的最危险的国内问题 仍然是车臣危机 当军队在1994年初西叶 进入格罗兹尼镇 镇压半独立的分离车臣共和国时 俄罗斯的军队和安全机构 仍然受到苏联解体的冲击 俄罗斯政府和军队在车臣遇到了困难 例如 在突袭格罗兹尼镇的前60个小时内 就有一千多名俄罗斯士兵 在战斗中丧身或受伤 然而 车臣的政策一开始 似乎对危机的压力免疫 俄罗斯高级官员 如国防部长帕维尔 格拉乔夫 似乎坚持要在战场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谈判桌 由车臣指挥官 尤其是沙米尔 巴萨耶夫领导的劫持人之行动 改变了这一点 特别是布留诺夫斯克医院 人质危机 促使俄罗斯政策发生转变 最终导致了1996年的 哈萨维乌尔特协议 结束了第一次车臣战争 并在次年成为正式条约 与车臣叛乱相比 瓦格纳叛乱对俄罗斯国家 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 在前一种情况下 俄罗斯几乎陷入内战 然而 尽管面临这种内部压力 俄罗斯在其对乌克兰或瓦格纳的政策上 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变 而且 尽管车臣冲突 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内战 但车臣叛乱 从未对俄罗斯国家 构成像瓦格纳叛乱那样的生存威胁 而车臣人仍然设法 最初迫使俄罗斯政策发生变化 自1994年以来的俄罗斯威权主义 自1994年以来 是什么增强了俄罗斯对其内部事务的控制 一个答案是 安全机构在车臣战争期间和之后的权力增长 Wenover Bennett甚至认为 俄罗斯的安全机构 是这场冲突中唯一的赢家 他们越来越强大 最终变得与苏联时代一样强大 甚至更强大 另一个因素 当然是俄罗斯民主制度的荒谬性 在西方国家 很容易将国家与执政政党分开 但在俄罗斯 这并不那么简单 在很多方面 俄罗斯国家与普京政权这个词 是同一词 缺乏有效的政治或民众反对派 因此是俄罗斯安全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经济上看 整个情况并不令人印象深刻 但即使在这方面 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 也没有人们可能预期的那么严重 从外交上看 俄罗斯与中国、伊朗和朝鲜的关系 自苏联时代以来 就没有如此亲密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 自1994年以来 俄罗斯一直在稳步巩固和扩大 对内部事务的控制 因此 即使是一次武装叛乱 尽管它确实得到了一些 俄罗斯军方和民众的支持 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小小的成功 俄罗斯的政策和内部压力 过去30年来 俄罗斯的政策已经证明 自身对内部压力具有抵抗力 这对乌克兰战争产生了影响 俄罗斯安全国家 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已经表明 源自俄罗斯内部的变革动力 往往无法迫使俄罗斯政策发生变化 但尽管俄罗斯国家 可能确实很强大 但它并不一定灵活 也许它比我们意识到的更脆弱 坚定但容易迅速和混乱地破裂 到目前为止 似乎任何对俄罗斯政策的变化 都必须受到外部施加的压力 北约和乌克兰官员 在讨论结束当前战争的计划时 应牢记这一点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肯难言究所的观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